首先帶你來關心到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在昨天是在美國華府 完成了首批的協定簽署 這是一九七九年以來 臺美間最具規模的貿易談判 中國外交部表達堅決反對 要求美方不得與臺灣簽署 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定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首批協定六月一號 在華府美國在臺協會總部 由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 和AIT執行理事藍英代表雙方簽署 這是自一九七九年以來 臺美間最具規模 最全面性的貿易談判 這次的臺美倡議 包含貿易便捷化 良好法治作業 以及中小企業 等五大簽署議題 這是臺美從一九七九年以來 簽署結構最完整的貿易協定 代表臺灣經貿制度 符合國際高標準 預計像是貨運業者 快遞業者 航商和出口業者 以及中小企業都能夠受惠 中國外交部則是指責美方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美方應當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不得與中國臺灣地區商簽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定 不得藉經貿名義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首批協定簽署完之後 美台將就倡議底下額外貿易領域展開協商 不過行政院認定這個倡議是行政協定而非條約 未來只會送立法院查照 但是立院國民黨團和民間團體 要求依照條約締結法送國會實質審查 記者游彥慈林志堅沙燕其中建綱台北報導